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喔 我的手好很多了 現在已經是車禍過後的第六點了 但現在它的彎曲幅度還是有限 肩膀 尤其睡覺的時候特別痛 超痛 因為天氣層超熱的 今天氣溫72.7 室內溫度72.7 現在應該聽不到 麥克風應該收不到 外面現在雷聲隆隆 超詭異的天氣啊 今天我們又來喝酒啦 要喝什麼呢 喝我們的台灣地酒 高粱酒 今天準備的是金門小高粱 我聽到外面在滴雨的聲音 金門小高粱小三八 這支酒呢 跟我一起共萬難啦 這就是我當天 出車禍當天買的酒 現在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些擦痕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有些擦痕 啊這邊也破了 摔車啦 它摔啦 這邊玻璃也磨到啦 就是它滾出去然後我把它撿回來的那支酒 我們來喝喝看這支 為什麼選這支呢 因為我很好奇到底金門高粱三八呢 為什麼會有 小高粱這個東西出來 小高粱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不懂是因為它比較小平就叫小高粱嘛 外面一直雷聲隆隆啊 為了解這個 味道是怎樣 我稍微查一下資料 網路上有一些網友說啊 可能是它的酒頭酒尾比例不同 有人說是經銷商不同 有人說是 什麼黃色比較甜 還有講什麼 各種說詞啊 大家常看到金門的那個高粱酒它有不同顏色 有一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產地就是 比如說是在金門賣的金門高粱顏色跟我們在台灣 就是流通版本的顏色就不就不太一樣 比如說會有紅色啊之類的 或者 金門那邊也比較多一些節慶酒 不同的標 那個酒標 那這支的差別 這個小三八喝起來跟一般三八到底差在哪裡呢 我 真的沒查到資料 我真的沒找到 如果有知道的人 歡迎跟我講一下 但是我們今天呢 用一般的三八 來 用嘴巴來 了解一下他們來評價看看 到底差在哪邊 我們把兩支酒都倒上 靠我們的嘴 來瞭解 Open 有沒有菁英壯士知道 到底差在哪邊的 好這支我們就先放 先放左邊 或右邊都可以 我們再啊 不忘了講一下年份了 這支小三八的年份是 2023年的3月20號 的裝瓶 但這支三八呢 他叫老喔 這個老三八喔 他也是一樣共患難的啦 他也有滾出去啦 然後也有磨到一下 這就是我那天 有到這邊 看得到嗎 這就是我那天那個 摔車三兄弟其中的 大哥 Open 台灣第九啊 三八我蠻喜歡的 尤其這支啊 這支老三八 他真的是老三八喔 他的年份是 2024年的 12月23號 2024年12月23號 口誤 比較老的 2014年 其實啊 光是三八年份不同 喝起來我的感受上 就是又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就 我們這樣的順序好了啦 這個是小三八 這個是老三八 我們來PK看看這兩支 到底有沒有差別 好不好 用我們的那個 精銳的嘴巴 精銳的嘴巴來 分辨一下他們 我們厲害的嘴 先放T上好了 不要摔破啦 我原本啊 手痛到舉不起來 連頭髮都沒辦法綁 所以我出車後那兩天真的是 蓬頭垢面來 只能用蓬頭垢面來形容 好 兩支酒到上啦 我們來先聞一下 金門小三八的味道 清新的高粱味 有帶有一些甜感 還蠻舒服的 而且小高粱不貴 聞起來蠻好聞的 那老三八呢 老三八它的 氣味稍微再圓潤一點 唉唷 真的不一樣 我覺得 小高粱它帶有一點那種 稻草的那種 稻穀的 味道 稻殼啊 那種味道 曬乾的稻碎的味道 那老三八多了一點 龍眼感覺 龍眼殼 兩個味道不一樣喔 兩個都蠻好聞的啦 小高粱它聞起來比較那種蜜糖感 蜜糖 比較甜一點的味道 好我們來 立刻來用嘴巴來鑑定一下吧 敬一杯 它喝起來跟聞起來味道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那種稻草味 應該不是稻草啦 就是高粱啦 曬乾的高粱的味道 帶有一些酒醉的文化春感 有一點骨倉的味道 骨倉骨倉的味道 喝個水 那我們的老三八呢 它很奇怪 不是奇怪 蠻特別的 它帶有一點鹹的味道 就是一點鹽份的感覺 然後喝起來的話呢 龍眼感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強烈 還有另外一支更老一點的三八 它的那個龍眼味道就很明顯 哇 真的開始下雨了 我覺得這樣喝起來啊 感覺上啦 就是 小高粱它有一點點像是我喝三八然後滴了一點點五八進去的味道 因為它有一點那種五八的味道 五八的那種骨倉味 骨倉的味道 然後三八的話會稍微再更純淨一點 比較偏向於龍眼殼的感覺 但是這一支的 沒有那麼沒有之前喝到非常老的老三八 它是老三八但是還有更老的更老的 好像是2013那一支吧2013裝品的那個 P次 我覺得非常好喝 那個P次的話 它是這樣打開你這邊就可以聞到香氣了 就還蠻香的 好吧 那我們今天這兩支都喝完了 喝過了 我覺得 整體來說 風味還是有差異的 可是這樣買起來 小高粱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我的結論是 你如果喜歡五八的味道的人 其實你買小高粱會比較接近你期待的感覺 喜歡五八應該也不一定會買小高粱 因為五八的老饕他們都喜歡喝高酒精濃度 他們如果今天拿來喝 小高粱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 酒精濃度不太夠 但試口性應該是還不錯啦 那個外面這樣一直下雨 我不知道錄音錄起來會不會聽起來怪怪的 好吧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評音就到這邊結束了 兩支都不錯喝了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口味 你想要純淨一點就選一般的三八 你如果想要 帶一點古倉感 有點像五八的味道 你可以考慮 小高粱 都不錯喝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再見 下面就進入了雜談的時間啦 我那個 車禍的 對方啊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是要等到車禍的 7天之後呢 你才可以去跟 警察申請出判表 出判表呢 就是要來釐清造勢責任的 然後出判表大概 申請完之後要再 過30天之後才能夠出來 出來才能去拿 那到時候你才能夠去跟對方的保險業務去 溝通協調 然後就是 交叉理賠 我真的只有保 強制責任險了 我沒有保那個什麼 沒有保那個什麼 第三責任險 第三人責任險的話 就保障會更好啦 我是沒有保那個啦 原來我沒有保啊 然後我 突然想到啦 有些人喜歡喝三八的一個原因就是 他的試口性會比較好一點就是你沒有那麼烈 就是好吞 有人是這樣講的 三八我自己覺得蠻不錯喝 再補充 小高粱啊 聞起來 比一般的 金門小高粱三八比一般的 金門高粱三八聞起來再甜一點點 但是 實際上喝起來是金門的三八 喝起來更甜一點 然後小高粱三八呢 喝起來 稍微他有一點 dry感 就是那種 sap sip 我這樣講dry感 結果現在博宇也在跟我學 講的有點dry 今天可是 4月1號漁人節啊 我應該 4月2號就火速上片啦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已經是 公讀生啦 就是我已經沒有正職身份了 從現在開始我就要把我的 店長腦拿掉 我現在只是一個 一介草民 所以 公司要交代什麼事情呢 我就是 嗯 盡我的公讀生的責任呢 去回應 好熱喔 真的好熱喔 這什麼天氣啊 天到幾度啊 因為我又喝了酒 所以會更熱了 我剛才看是27.2啦 現在下雨 27.6度啊 27.7了 太熱了吧 前陣子 台灣這天氣是想怎樣 忽冷忽熱 就是前陣子我還想要去 泰國避寒啊 因為台灣很冷 結果現在 為什麼 為什麼他一直瘋狂上升 27.9 是怎樣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變27.9度 好熱喔 這什麼天氣啊 泰國之旅呢 再過兩個禮拜之後呢 就要展開啦 到時候我頻道的 各位壯士們就要接受到我那個瘋狂 影片連發轟炸啦 怎麼會到28度啊 怎麼回事 他就突然發現說 其實很熱 所以他一直幫我上升溫度 因為我剛才放在比較涼的地方之類的 太熱啦 今天 雜談時間呢 其實我不知道我要聊什麼 也一樣是沒有準備 想要講一下我最近剛看完的書 後藝氣兵 超好看 我那時候看影集啊 其實我影集沒看完因為我看不下去我覺得 蠻無聊的 但是 我借了書來看之後 這書真的是 太好看了 因為我本身不會玩西洋棋 所以我在看影集的時候很沒辦法投入 但是我在看書 我有辦法投入是因為 他的形容證就是一步帶著 一步一步帶著你去了解西洋棋 他也不是真的要讓你了解 他還可以 把他的處境告訴你 比如說 主角他在面臨這個棋 棋步的時候他在想他怎麼走 那這樣走的話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他就必須要怎樣走 然後他的感受是怎樣 他在那邊的時候感受到 非常的挫折 還是說感受到 很窃喜 還是覺得說 有哪些可能性 支線 然後怎麼去應對 然後他們這樣怎麼樣來來回回的 對意 就是在 書裡面寫得很好 你是可以 手把手膝蓋碰膝蓋的 帶著你去看這場棋局 這個 精彩比賽 但是如果是我在看電影的時候 是影集 看影集的時候我是不知道真的沒有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他是直接呈現給你看 但他沒有解說 好像有吧 我忘了 反正就是 感受上我會覺得說沒有看書那麼好看 這本書太好看了 我只能就是花兩天就把它看完了 真的是 被吸進那個書裡面的世界 一直看一直看 翻一直看 很少的書可以寫成這麼 這麼好看 不知道他還有沒有 別的作品 這個作者 可是像這種很專精的 一個領域的書籍 不太容易有在新的作品 不太容易在有其他的作品 其實之前我記得 我忘記我是看哪一個 大師也是大師等級的 小說家 他寫的也是其中有一個 類似短篇吧 也是在講 西洋期的對譯的 他也是寫的超精彩 那一篇也是非常好看 就是我不懂西洋期 但是我會 非常投入 其中 那這就讓我想到 其實我們 這樣品酒 有沒有辦法 如果可以做到很頂尖的話 是讓 不會喝酒的人 看到我們在 分析在喝這個酒他也會有感同身受 覺得這酒還不錯 之類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是不是太厲害了 對不對 我們再來補一點小高粱吧 這是我們車禍三件客其中的 老妖 最小隻的 這是我們喝 對個水來喝好了 邊喝邊聊一下 我對了水了 真的有那種骨倉感 哇 對水周邊好甜喔 甜蜜蜜的 哇他整個甜度整個 大綻棒 好甜 不錯喔 那我房間溫度是怎麼了 一直在上升耶 28.1度了 28.1 其實這麼熱很想開冷氣 可是又在下雨 下雨是不是不能開冷氣 這是 有此一說嗎 我們家裡的傳統是這樣 我們家裡下雨的話就盡量不開冷氣 不知道什麼 未解之謎 然後今天去澄清醫院復診 回診 算是因為我很少去澄清我這輩子去過 三次吧 三次而已 然後進去的時候 他就說 叫我到 B1然後19診 然後去那邊 那就去 就等了大概 40分鐘 我在那邊等到 想說怎麼那麼久都還沒輪到我 然後就看到全部的後者名單都沒有人 我就覺得太奇怪了吧 然後就去問 才知道原來 各位 觀眾們 原來你進去 那個診室之後 你還要去 報名啊 還有這樣的啊 就是我不知道啊 就是你還要先 什麼插 插健保卡 就是你名字出來 然後你插健保卡之後 然後等於報名成功 然後你才可以去 去看診 還有這麼神奇的事情 我不知道 就我在那邊 等了大概40分鐘 也太久了 太扯了吧 我就一直在那邊 震驚為座 真的是震驚為座 然後這次有在拍了一次X光 因為我這邊太痛了 然後後來發現 醫生跟我講說 其實骨頭也還好 沒什麼事 應該就是傷到筋 他說如果是筋斷掉還是什麼 是看不出來 聽起來好恐怖喔 這是另外一個醫生 第一個醫生一直跟我講 沒事啦 然後第二個醫生就說 說得很恐怖 然後第二個醫生也比較厲害一點 他說 我是跟他講說第一個醫生看的時候他說 骨折看得出來但是骨裂看不出來 然後那個醫生就骨科醫師就跟我講說 骨裂看得出來啊 怎麼會看不出來 表示你看他們功力還是有差吧 就這樣子啦 就這樣度過了一天啦 真的耶 你的生活如果不夠精彩的話 真的沒什麼話好講的 可能是我拍片的那個 我覺得間隔太短了啦 才過幾天而已 又拍了這一部 所以我已經沒有什麼新鮮事可以分享 睡覺好痛苦喔 反省的時候真的要命 因為肩膀太痛 手跟肩膀都很痛 那我現在 比如說 像我們上班戴口罩 我手這樣舉到這邊的時候就 我就卡住了 我在這邊就卡住了 然後頭要過來 因為我那個手舉不在 這個凹的那個角度有限 沒辦法這樣 大概 大概到這邊就已經很緊 然後打開的話也是 就是 沒辦法打到最開 打到最開也是很痛 這個話題太無聊了 我們趕快結束這個 影片吧 我沒話好說了 再見 對付雷 Ca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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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